我们跟世界上的文明是可以对话的 让我们了解自然盆地 侏罗纪晚期的恐龙动物群面貌 因为它是孤品是绝品 这件器物它出土之后 它将一层博物馆做个展览 后来在1999年到2000年 我陪它到美国 在美国参加了中美建交 25周年的展览特展 是美国国家博物馆展览 这件正文之宝呢 它是现实与想象的造物 是技术与艺术的融合 是物质与精神的相通 是文明与历史的见证 特别是将虎的神形 和对人对老虎的崇尚之情 表现到极致 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